很多人都知道徐峥现在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大导演了 不得不说他真的很有才华 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他都做到了极致 而他在刚开始转型做导演的时候也曾遭遇了很多白眼 支持他看好他的人并不多 当时他准备筹拍人在窘途 可是却得不到别人的支持 当时的徐峥可谓是遇到了窘境 梦想很可能就此化为泡沫 还好王宝强出现了 他和徐峥的关系很不错 人也比较仗义 重要的是他很擅长演喜剧 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下 电影成功开拍了 这也才有了后来的人在窘途 可以看出王宝强确实还是比较仗义的 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徐峥的邀请 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部影片上映后票房大卖 获得了超高的口碑 徐峥这次转型之作无疑是成功的 从此他也正式走上了导演的道路 在这之后他乘胜追击 拍摄了第二部太久 这部影片不仅邀请了王宝强 还加入了黄渤 铁三角组合正式成立 而这部影片的票房也是很可观的 可以说王宝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徐峥 然而在第三部港九中 我们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模仿他的包贝儿 可想而知最后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还遭到了观众的土糟 相比而言大家还是更喜欢王宝强的 可是徐峥也不傻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自毁口碑的事情呢 这可能和后来王宝强加入陈思成的阵营 有很大的关系吧 就连王宝强自己也说过陈思成更了解他 在陈思成这里更容易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在他遇到困难时也是陈思成出面力挺 出钱出力 而徐峥却没有任何举动 未免有些令人心寒 而且当初太久虽然大获成功了 但是在票房分成时 王宝强却遭遇了不公平对待 徐峥和黄渤都分了五千万 而贡献了最多笑点的王宝强却只拿到了二百万 这也是导致双方不再合作的原因 而徐峥在一次采访中也开玩笑地说 就算票房再高 也坚决不用王宝强 看来这对好搭档真的很难再合作了 我好保持 贤